刘宁义和夫人子女刘宁义 1925年参加声援武萨运动的斗争 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担任了中共满城县委书记 1931年 他在中共顺职省委组织部工作 这年4月在天津被捕 1932年1月 曲宝释放后赴唐山 担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同年8月第二次被捕 1933年5月被释放后 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 1933年8月第三次被捕 于1937年8月再次获得释放 之后受党组织委派担任 中共上海市委公委书记 中午江苏省委公运部部长 保磊部部长 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 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 夏普市到印度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兼国际部部长 书记处书记 总工会主席 党组书记 世界工人联合会副主席 中共中央国际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共中央为外联络 部副部长 代部长 1965年后 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委员长 兼秘书长 中共中央书记 文革受到冲击 1978年11月回到北京 1979年 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80年后 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 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交管理委员会顾问 中央对外经济纪力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4年2月15日在北京逝世 刘宁一的夫人是李淑英 她是191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 1920年代初进入上海南洋烟厂当同工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上海工人就国会常务委员 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省工委之工教育委员会书记 沈阳卷烟厂第一任厂长 他在沈阳卷烟厂任上 生产出大生产牌香烟 也曾经让这个工产红红火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李淑英历任中国食品工会副主席 中国青工业工会主席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届执行委员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第二 三届执行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四 五届常委 1999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刘宁一和李淑英结婚后 生育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女儿刘菊芬 1944年出生 幼女十随父母在东北生活 1950年到北京上学 清华大学毕业 曾经在国家科医新技术局工作 后来曾经担任四通公司副总裁 董事 他的夫婿应付生 毕业于清华大学自控系计算机专业 担任过北方交大计算所副所长 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总经理助理 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主任 中国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工程总指挥 看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是四通公司创始人之一 夏图是刘菊芬和夫婿 刘宁一和李淑英还有一个儿子 从一些回忆文章看 是1945年出生 1946年随父母在哈尔滨时才一岁多 后来情况不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赌尘仁 attacks